這個地方啊 這裡面的麵非常棒 麵 對 客家人你平常都會想到什麼 半條 但是我之前 真的是我親身經歷 我有一次在台北 在試各種麵 因為我想要做就是麵的料理 來賣 然後試各種麵 我就試到他們家的麵 好吃 客家人 客家麵 客家麵 有沒有聞到這個味道 裡面不小耶 對啊 對啊 還有沒有看到 我常來這邊打球 沒有看過 沒有注意到這邊 平常都晃過去對不對 這個是樓梯麵嗎 這些我們還是請 老闆直接出來跟我們解釋 老闆 你好 你好 熟啊 熟啊 真的熟了 他姓什麼 有 有老闆 有老闆 我先離姓這件事情 好 你是客家人 黑 這是客家麵 酸黑 他打台麵 客家大麵 不是 但是不是板條嗎 不是 對啊 這不是板條 為什麼有麵呢 客家麵就明 一般人家就覺得 板條比較有名 對 但是我們的麵條已經做 已經超過百年那麼好 然後我們的麵條 實際上也是比較有名的 百年 對啊 我現在第四代 我已經傳四代了 對 我剛剛有看到這些 我剛剛有看到這些 來 它這看起來就很有歷史 這個你好好來介紹一下 有一個問題 而且請說 每一家都在做麵 都是用機器做 對不對 很多人就說要手工手工 對 但現在其實手工麵 第一它沒辦法量產太多 是的 對不對 再來 並不代表機器麵做出來 就一定不好吃 我們攪拌其實 每一個人做麵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對 有些人像我們現在所看到 有一些在麵場 他們就攪拌的方式 可能就像我們所看到 做蛋糕的方式 它就一個棒子 在中間一直轉 那是有一種 對 那是有一種 但有一種很多根 對 它有很多 很多根的話 我怕它在打它 怎麼樣 你的比較多根 我的三位比它多一根 這個我沒有 太想 你這樣不是為難攝影師嗎 有嗎 它說的一根不是一根耶 是一長根 很多根的一根耶 這時候你應該會上來吧 我想 來 我幫你拿攝影機 來 拿好了 有機來 你看 它現在真的有 有 它真的躲上來 我們好實勁 小心 來 偷 小心 你看 裡面 你看 它是兩條耶 兩根 五根 大根的 然後旁邊之後還有小根的 對 一般是一根再拌耶 對 是兩根再拌 對 所以這個差異性在哪邊 那差異性的話 它可以把我們現在在攪拌的時候 更均勻 更均勻的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做的麵條是 你看它是掛麵 對 外面的話我們還有配上老麵乾 然後老麵乾再去浸泡 再浸泡一些些的時間 跟它浸泡完 然後再跟新的麵粉去做結合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些豆腐絲 對 好像豆腐 對 我不知道老麵可以這樣子 對 可是我們在浸泡過程當中 時間上會有抓 不能說泡太久 泡太久 泡太久的話會成為麵 會有麵筋 麵筋出來 所以泡多久 所以我基本上不可能告訴你 真的密密 也是 許多店家都會有自己的配方 不然怎麼能夠傳四代呢 新的麵粉倒入機器 和上次生產留下的老麵做結合 慢慢加入鹽水跟老麵 這個過程叫做水和作用 混合得不好 後頭再怎麼鹽壓也就不回來 經過多次鹽壓 選好麵條粗細 機器將做好的麵條一一掛好 麵條就會坐電梯上樓囉 沒有烘它嗎 有啊 我有烘它 用什麼烘 在這邊啊 用火爐啊 是用泥工喔 對啊 很香 很香 感受到了啦 來了 在哪邊 火爐在哪邊 就是貼來貼的轉線 火爐在哪邊 沒有 再動進去啊 火爐在這邊耶 火爐在這邊耶 火爐在這邊 我這邊有開了三爐 然後火爐在這邊 對 所以我們故意又把那邊的排風扇 或者故意又稍微慢一點點 對 這邊有進氣 對 這邊慢一點 然後在空間裡面 讓它的溝氣跟距離 這要空到什麼程度 這個好了嗎 所以基本上我們摸起來的時候 是乾乾的嘛 乾乾的時候我們摸中間 它中間比較不容易乾 對 乾的時候我們就會... 中間這邊啦 對 然後我們會挑一根出來 可是它是在裡面的 不是在外面的 一般我們會塗成一根 有表一聲嗎 對 有 其實你們在那邊摺 我都聽得到 對 這是要很清澈的聲音 對 有嗎 有嗎 聽到了沒有 就是這清澈的聲音 就代表烘好了 通常需要10到12個小時 才能夠完全烘透 烘乾到水分剩下14% 但是因為這樣子麵條才能在 不添加任何食物添加物的狀況下 依然可以保存半年到一年 烘乾後要馬上進行裁切 取頭掐尾只留最好的中段賣出 等一下喔 據說老闆家吃麵有個獨特的口味 差不多了 麵條都漲起來了 可以 麵線這樣一直煮也是滿厲害的 你說怎麼吃 它煮完它然後把這個薑湯 到進來嗎 對,到進來就可以了 對 它裡面還有一些龍眼乾 我沒看過龍眼乾 我們兩個在那邊 很醜 醬汁喔 對 吃吃快樂 HAPPY BIRTHDAY FOR YOU 自己這樣 很好 好吃嗎 你們家的麵線 對 這麼有 HAPPY BIRTHDAY FOR YOU 這麼有的麵線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而且 能拔湯汁耶 很多的麵線它煮的時候 只要浮起來 你去撈都還來不及 浮掉了 我跟你講麵線要有這種質感的 其實不夠了 對 我曾經在泰國吃過一個甜麵 但它是鹼水麵 對 然後它用了什麼 用了黑糖 對 然後是冰的 很冰很冰 好吃到掉了一點 我跟你說 冷麵拿起來搓完之後再放進去 你們家這個麵條 多深的真的不得了 謝謝 這個口感真是難以言喻 細麵搭配薑片加上黑糖砂糖 枸杞熬成的湯頭 淡淡的甜味不會讓人覺得膩 薑的味道緩緩的在嘴裡散開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我們要幹嘛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 好 好 事業興旺年齡好 前程市井步步高 8點15分 它就會把門打開 欸 遲到喔 8點20喔 他有聽到嗎 你好 詹哥你好 不是說8點15分準時開 對啊 現在都8點20了 你遲到5分鐘喔 對啊 所以時間上很緊迫 要趕快出面了 妳覺得很好奇對不對 妳看後面這個 喔 這個就是你們的面場對不對 對 對啊 詹哥要脫鞋子 要 對對對現在要脫鞋子 我們每天都要脫地板 因為我們都是在室內做這一些的話 我們室外鞋子是不能穿進來的 喔 對 所以這個是你們的面場 是啊 嘿 這個就是你們的面嗎 欸硬的耶 對 這是什麼時候做的 它昨天做的 可是昨天的太陽非常的大 太陽大 跟像今天的天氣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哪一個是比較好的 昨天的 可是 所以就一定要有太陽 大太陽 對 但是也不能太大 我們基本上要曬兩天 然後昨天的太陽很大 所以你看它等一下在推的時候 面條會一直掉 因為太乾 因為太乾 因為它急速乾燥得很快 所以妳說要曬兩天 那一天是多久時間 半天 半天日曬半天陰乾 所以妳要去判斷 如果是陽光不夠的話 可能會曬到三天 這都四天再來五天 對 我們這都曬過五天 對 我們這都曬過五天 那妳怎麼去看 我們要去 手這樣子墊著麵條 這樣子 這樣子墊 妳說壓嗎 對 稍微這樣子 彈性的壓它 感覺它乾燥程度 就像這樣子 這樣吃在那裡 我們要去感覺它麵芯 很乾燥程度 感覺出來 對 有一點微微彈性 可是這個還是有點軟 其實妳這樣子墊 妳墊它的麵芯 這個大概有 不一樣 八九層 它大概有八九層的乾燥 這個厲害 光這樣一摸就知道 麵乾的程度 這功力堪比摸骨絲還厲害 然後這樣我在旁邊 也只能湊個熱鬧 人家曬麵曬了13年 可不是在摸魚打混 是說 旁邊躺了這一排一排 還蓋著黑布 是什麼東東 這個是 醒麵三個小時的麵糰 它從早上五點半到現在 三個小時 已經捆起來了 對 妳總共醒了幾次 來 我們先揉完 之後把它壓平 然後再蓋布醒麵 醒半小時 之後再來做 再做第二次的鹽壓 鹽壓完之後再蓋布 再醒個半小時 然後再 又再上去再鹽壓一次 再壓 對 然後咧 又再醒 然後再蓋布 總共要蓋三次步 妳們就是一直不斷地 重複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醒了 醒好了嗎 對 醒好了 時間到了 要趕快出麵了 還要再壓著 對 還好 好了 對 對 妳怎麼知道多久要夠 軍營 要切了吧 跟我一樣高 跟妳一樣高 對 她是沒有斷的喔 對 我們這個沒有 沒有裁斷的 因為現在要做拉麵的動作 她就一半往下拉 對 那妳也要知道 妳揉上去的長度 對 經驗 這也是經驗 今天要拉多少 然後看溫度跟濕度 還有麵皮的軟硬度 為什麼這邊又放這邊 因為長度不夠 因為長度不夠 所以 我們就拉半解就好了 拉半解 來 來 滾棒放上去 好 來 滾棒放上去 然後好 來 手拉一隻手 好 來 往下拉 看會不會什麼訣竅 沒有啊 就用妳的力氣拉就好了 來 好 來 它... 很出力耶 是啊 它不是輕輕鬆鬆的耶 它是有精靜的耶 來 這個嗎 對 是的 好 說真的喔 現在我拉是覺得很好玩喔 拉一個上骨就分點了 這很辛苦耶 是啊 都是妳在拉嗎 對啊 一天要拉300多次 300 300多次 好 就這樣 對 這樣就結束了 其實說真的 那個拉下去那一瞬間 你感覺上它是 那個麵條是抵抗你往下 所以它等於是有彈性 就是把它彈上 但你這樣一次下去的時候 你插上去那一瞬間 其實是有成就感的 好 這樣我掛保證 來這邊上兩小時的班 絕對比上兩天的健身房 還有效果 但是像是這種傳統手工 經沒有年輕人愛做肉 頂著大熱天 又汗流浴背的 根本就是個苦差事 要堅持下去 真的需要毅力跟熱情 但話說到這 這字面的工作還沒有完 來 往那邊 往那邊過去 我過去嗎 像這樣嗎 對 為什麼 它有分正反面嗎 因為我們在曬面的時候 它有分正反面 要里外都要曬得到 我們要注意看後面 後面的影子 你看 這個影子有穿透 這樣子我們裡面 沒有曬到 就曬得到了 對 你如果這樣子就曬不到了 它就是拍 那個影子 是一束一束的 那就代表說前面有照到 裡面沒有照到 所以它一折過來的時候 你就看它變得像 像流蘇油 這樣子的話 它就把每一根都有曬到 不然你不是每天 他上午都在大風吹 對 要 要看太陽怎麼動 你就要跟你這樣動 對 沒錯 所以說 冷 只要面出來外面 冷絕對不能跑 就一直在這邊 要陪它 然後就一直這樣 要這樣 要這樣 還要一直摸著麵線 然後這樣我要再掛一次保證 這絕對是一件 看天吃飯的工作 而且是 每分每秒 都要看著天吃飯的工作 不幸的話 你接著看下一段 現場直擊畫面 天氣越來越黑了 快要下雨了 待會兒如果 暗了還沒下 快要下了 已經 你這樣看得出來 對 越來越黑 烏雲來了 待會兒 如果 聽口令一人一車 我們把它推到裡面去 我們是在錄影的 好 現在大家站好 推進去怎麼推 下雨了 快點 真的下雨了 來 真的 怎麼推 來 往裡面推 好 到門口 進去落後 真的下雨了 這個要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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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滴了 大滴了 我甩尾 甩尾 你上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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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屁也要剪 要不然待會兒會黏在地板上 真的下雨了 真的 還很大 很喘 這真的是看天在吃飯 剛剛是想說 剛剛是想說烏雲 大概大家準備一下 假裝下雨 我還在想說 老闆演的 下雨了 下雨了還在衝我 大家跟著衝我很開心 真的下雨 真的下雨 因為這一片 我已經不一樣了 去哪裡 第一次看到有那個就插一下 很喘 我說真的 我上次看到這個動作 是我在看F1的轉播的時候 他那車一進去在換輪胎 這樣 每個人都一樣 從一瞬間動起來 十秒鐘 我真的必須說 我們本來我們的工作人員 對 還是嬉皮笑臉 準備 看我們這樣衝每個人都衝 現在每個人都是喘的 對 你們現在你們有三個人 我們現在這麼多人 你們有三個人怎麼辦 一個人兩車 這樣兩車 對 一隻手一車 對 衝三趟 對 當過兵的觀眾朋友 你們應該知道什麼叫做 一分鐘待命班吧 就是那種 對啦 零聲一響 一分鐘內全副武裝 連集合場集合的那種班 經過這一場震撼教育 一分鐘待命班 它根本不算什麼 像這樣的衝撞 其實還滿累的 咱們就下個麵來吃唄 我們現在要做麻油麵線 那現在要加麻油了 因為現在夏天到了 我們也不要加太多 為什麼 怕太燥 麻油不會燥 是啊 像薑也是溫的 麻油也是溫的 炒肉就變燥 我們就多加一點好了 你看是不是 妳剛剛煮了幾分鐘 一分多啦 然後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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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剛剛在煮的時候 我一直都不覺得懷疑 但是當妳在拜的時候 我一度有想過 我現在煮太透了 但是他們在麵線其實滿耐煮的 本來很多的麵線現在根本就焗了 根本就沒辦法吃 好 所以現在這個 妳說還要把它做成麵線煎 是 所以有時候吃不完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對 沒錯 好 剛好我現在要做我的涼麵 所以我們今天的 先把它放進來 這邊我們準備水 麵線浮起來了 你仔細看它的麵線 開始有一點膨了 軟了 膨了就可以了 好 放在冷水裡面 好 把它平均撥開 然後再把它放到冰水裡面 接下來我要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如果說你把它真的做起來 以後你家開涼麵店 我用傳三代 拿起來 揉 為什麼揉 因為麵線在煮的時候 它外面會因為澱粉受熱之後 它會比較平 那你藉由這樣揉呢 第一 裡面麵的蛋白質會因為冰 它會變得讓它比較凝固 比較有咬勁 再來你會把外面揉到 吃起來比較清爽 你們家的麵線有什麼彈性 你看 沒重 這真的沒重 而且待會兒吃到你這個麵 我跟你說你會感動 好 蛋放進來 這個蛋 好 蔥 放進來 西味粉 芥末 在裡面 蛋開 怎麼吃呢 我教你怎麼吃 因為這樣 然後放進去 拿起來 吃 Q Q 好不好吃 那怎麼那麼Q 脫掉 真的不一樣 好吃 你家的麵線 厲害嗎 厲害 好 好 好 有泡泡的麵線 吸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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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好Q 夾到 先放進去 好吃 爽 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這是身為廚師的我 最大的鼓勵 接下來老闆娘 換妳來給我們鼓勵一下 我會建議妳 不要壓 因為妳壓的時候 它的整個麵跟麵 會重疊再一次過多 那妳在煎的時候 它裡面的水分出不來 所以妳吃它裡面會固固 好 對 火會開下去 沒關係 好 那妳等一下幫我翻嗎 好 謝謝 有沒有拋的時候抓起來 就知道了 好 先繞一繞 有沒有 那妳去感受一下 它的那個 那個麵線 是 那妳也可以偷偷看 我覺得差不多了 那好 但這個我 是 我們可以做的 這就是 那妳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是 我們在做的 那個 這就是 我們在做的 那些人 很快 所以 我們現在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